考上了考上了 你咋来了啥考上了 哥嫂子我考上大学了 考上就考上你让让什么呀让让 哥哥嫂子 我我想找你们借点学费可以吗 你给我借钱 你看你跟我乡有钱的人吗 我跟你说 你侄子这马上要上幼儿园了 我这学费都没凑齐呢 早就跟你说过了 老老实实下个人得了 上学有什么用啊 哥 这话不能这么说 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才考上大学吗 哎呦婷婷 不是我这当嫂子的说你啊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你读那么多书干嘛 这要我说呀 你就早点出去打打工赚点钱 这以后呀 多接接接接你家大侄子 他呀才是咱家的希望 咱家的未来 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 只有高学历才有高成就 行了行了 哪那么多废话呢 没钱我告诉你 啊 嫂子 哥 哎 哎 王总 王总 哎 对对对 是我是我 是是是 哎 王总啊 我这个贷款啊 刚刚凑齐了 啊 是 哎 是是是麻烦你了 是 那您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货呀 赶紧给我供应上 我这个厂里十几号人呢 啊 对呀 都等着开工呢 是 有困难 有困难 好 好好好 哎呦呦呦呦 王总 谢谢谢谢谢谢 好好好 行行行 好好好 婷婷 哎婷婷 你怎么在这呢 表哥 你这怎么了 我考上大学了 你考上大学真是好事啊 怎么还哭了 我考上大学 但是我没钱交学费 你这个上学没学费 你怎么没去找你亲哥呢 他们家条件不是挺好的吗 我已经找过他们了 可 可我哥不让我去上学 他 他让我早点嫁人 婷婷 这可不行啊 你这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 那就一定得去念 再说了 你只有好好学习 你将来才有出息啊 表哥 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我爸妈走得早 我救我哥一个亲人 他不让我去上学 我能怎么办呀 在我的心里 行了 你上学这个钱啊 表哥给你出了 拿着 表哥 真的吗 但是表哥 我听人家说 你最近工厂的效益也不太好 这个钱我不能要 婷婷 这个啊 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割场子的事 我有自己的办法 你啊 就记住一件事情 好好上去 在我的心里 有另一个我 我这还剩几百块钱 你都一起拿着 路上用得上 别亏待自己了 记住啊 只有上学是最重要的 千万别耽误了 赶紧去 报道去吧 田田 记住了啊 好好学习 钱不够了 给哥打电话 我知道 我一定回航二学的 好 行 去吧 注意安全 哎 田田啊 哥挺好的 你那个 下学期的这个学费啊 还有生活费啊 哥都给你准备好了 明天给你打过去 记住了啊 一定要好好学习 别亏待自己 想吃什么 想用什么 你就买 钱不够了 给哥打电话 听到没 好了 知道了 行 行 放心吧 好 老金啊 刚才你那旧账房 我也看了啊 里面除了这破机子 也没傻了 就挣这么点了 不是 王总 帮帮忙 再加点 我都确实着急用钱 实在加不了啊 兄弟 就这么多 还是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呢 你化成别人啊 连这一半都没有 还有啊 别怪我多嘴啊 你说你厂房 都这么困难了 你这两年还资格你那个表妹干嘛呀 他亲哥亲嫂子都不管 你费什么劲呢 是啊 这可不就是因为他亲哥都不管他吗 你说我要再不管他 这孩子不就太可怜了吧 况且 我也算是他哥不是 行行行行 我说不过你啊 不过 有你后悔的时候 你想想啊 他学生归来以后 是不是找他亲哥亲嫂子去啊 还有你啥事啊 我倒没想这么远 以后的事情嘛 以后再说 反正眼前呢 我就是想着 他能够顺顺利利的 把学业完成 等他毕业了 好好找一份工作 也就行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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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我那表哥吗 这个 哈哈 表弟 弟妹 你们这是干嘛去啊 我们 当然是去逛街哦 我说你装什么清高呀 你呀 就是这种劳碌命啊 本来自己一个人好好的 非要去管那婷婷 你说我们这亲哥亲嫂子都不管 可想着你好心了是吧 哎呦 还供他上大学 这下好了 这些年你赚的钱 全砸他身上了 也没见人家回来看过你一次 就是 哎 说不定啊 人家现在都已经长本事了 早把你给忘了 就他 他傻乎乎的资助人上学 你这 咋想的你 就是 表弟啊 婷婷可是你的亲妹妹啊 你就一点不照顾兄妹之情吗 兄妹之情 来你告诉告诉我 这兄妹之情她值几个钱 我告诉你啊 现在啊 有钱 才是硬道理 知道吗你 哎呀 你倒是重情重义啊 你把他供出来 他管过你一次吗 哎呀 你能换成今天这个德行啊 全是你自作自受 行了行了 跟他废什么话啊 你呀 就好好捡你的垃圾吧 啊 送你一个 走了 哥 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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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啊 你回来了天天啊 啊 啊不 你以为我成了学着分手 别的终于我身体在外面上 听听 怎么搞的我才认为清歌 就是啊 你这一回来不搭理清歌亲嫂子 跟你表哥说什么话呀 你这要合适吗你啊 我看你这几年出去 这是书是白读的吧你 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连自己清歌都不叫了 老板老板 你怎么来了 老板 这是您让我准备好的五十万现金 您拿好 为什么去找 哥 这里有五十万 你拿着 这些年你跟我上大学 你辛苦了 你对我的恩情 我这辈子都报答不完 妹妹 你这几年混得是真不错呀 我妈真是给我生了个好妹妹啊 是啊 我打小就知道 这我妹妹 长大以后肯定是有出息的 得了吧你 自打当年你跟我断绝关系以后 我啊 只有这一个哥 听听听 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哥 对不起 这六年来 我一直没回来看你 是因为我在外面忙着创业 我都听村里的人说了 你为了跟我上大学 把场子都卖了 哥 我这次回来就是把你接到城里去的 以后我们俩一起经营公司 哈哈哈哈 我的好妹妹啊 你看 我这是你亲哥呀 这可是你亲嫂子呀 你再带我 就是就是 滚 哥 我们走 我要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 张开双手 变成脂肪守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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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